大家好,我是Paris,欢迎来到我是妇人,妇人教育频道 看过恶霸原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 知道这个事实时,你是否想过要成为这极少数的人呢? 如果想成为一个有钱人,我们要选择像有钱人一样去思考和行动 而今天这部影片是指导你24种成为有钱人的方法 而在这影片开始之前,我重新感谢为我频道订阅点赞的伙伴们 因为我相信跟随我的人,相信我的人,喜欢我频道的人 必定是拥有富人思维的人,将来必定能成为富人,实现财富自由 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主题吧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一 做你真正感兴趣的是,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因此你一定要感兴趣才行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不愿把时间花在上面,就得不到成功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二 自己当老板 为别人打工,你绝不会变成巨富 老板一心一意地缩减开支,他的目标不是使他的资源变成有钱人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三 提供一种有时效的服务或是一种实际的产品 你要以写作、绘画或作曲变成百万富翁的机会可以说是无限小 而你要在营造业、房地产、制造业发大才的机会比较大 记住,出版商赚的钱比作家多得多呢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四 如果你坚持要用自己的灵感来创业 无论你是演员或商人,尽量增加你的观众 比如在小咖啡馆唱歌的人所赚的钱一定比不上大唱片公司惯唱片的人 地方性的商人不会比全国性的商人赚的钱多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五 找出一种需要然后满足他 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 最先发现这些需求而且满足他们的人 是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人 也是最先成为富翁的人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六 不要不敢采取不同的方式 新的方式和新产品会造成新的财富 但必须确定你的新方法比旧方法更理想 你的新方法必须增进产品外观,效率,品质,方便,或者降低成本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七 如果你受过专业教育或者有特殊才能,充分利用它 如果你烧得一手好菜而却要去当里水匠 那就太笨了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八 在你着手任何事情之前 仔细对周围的情形研究一番 而政府机关和公共图书馆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先做研究可以节省你不少时间和金钱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九 不要一直想着发大财 不如你想想如何改进你的事业 你应该常常问自己的事 我该如何改良我的事业呢 如何使事业进行得更顺利呢 这样财富就会跟着而来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 可能的话进行一种家庭事业 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费用、增进士气 利润的分配很简单 利润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整个事业控制也较容易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一 尽可能可以减少你的费用 但不能牺牲你的品质 否则的话你等于在慢心自杀 赚钱的机会不会大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二 跟比你强大的人或跟你同行的朋友维持友谊 将来他们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三 把尽量多的时间都花在事业上 一天十二小时 一星期六天是最低要求 一天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很正常 一星期工作七天最好了 你必须先牺牲家庭和社会上的娱乐 直到你的事业站稳为止 也只有到那时候 你才能把责任分给别人 而你也要懂得言辞享乐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四 不要不敢为自己下个决心 多听听别人的赞美和批评 但你也要为自己下个决心 所谓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五 千万不要不敢说实话 拐弯抹角只会浪费时间 心灵想什么就说什么 而且要尽可能的宰了当地 明确的说出你的想法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六 不要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犯了错误并不是一种罪行 犯了错不改才是罪过呢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七 你不要因为失败就国主不前 失败是难免的 也是有价值的 但你懂得从失败中 你会学到正确的方法论 所谓失败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八 不要在不可行的观念上打转 一发现某种方法行不通 立刻把它放弃 世界上有无数的方法 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可行的方法上 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十九 不要冒你承担不起的风险 如果你损失十万元 若你损失得起的话 就可以举行下去 如果你赔不起五万元 而一旦失败的话 你就完蛋了 所以正像巴菲特所说的 千万别把一个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二十 一再投资 不要让你的利润空险着 你的利润要继续投资下去 最好投资别的事业 或你控制的事业上 那样才能钱滚钱 替你增加好几倍的财富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二十一 请一位高明的律师 他会替你节约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比起你所给予的将要多得多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二十二 请一位精明的会计师 最初的时候你自己击掌 但除非你本身是个会计师 你还是请一位精明的会计师 可能决定你的成功和失败 他是值得让你花钱的 成为有钱人方法二十三 请专家替你报税 一位机灵的税务专家 可又替你免很多的税 这样你可省不少哦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二十四 而最后一个方法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好好维持你的健康和你的平静心灵 否则的话拥有再多的钱 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以上这二十四种方法 都是能改变你拥有富人思维 成为有钱人的方法 希望这影片能带给你有所帮助 而你想要得到更多的资讯 如何成为富人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